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没有过 历史上从来没有过 所以我很幸运被又一次任命为总导演 就很兴奋 兴奋的就是觉得又一次可以为国出力 又可以做这样具有挑战性的工作 我自己很喜欢这种挑战性的工作 但是你除了兴奋之外 你觉得责任很大 压力还是很大 不像08年 有相当多的篇幅 讲5000年 展示古老的 传统的和古代的文明 这次没有 因为我们展示过了 全世界已经看到了那么精彩的东西 所以我们这次就是这两个重点 一个是一起向未来 一个是更团结 我们的角度是全球的 是人类的 是我们大家的 所以这其实就是一种文化自信 时长要比下午会短 因为下午会影响 下午会三个半到将近四个小时 因为是冬天 天气比较寒冷 观众都在室外 其次也有防御方面的要求 方方面面 所以根据这个情况 我们幅度做了裁剪 时长做了裁剪 我们不再专门设一个 大规模的上下两部分的 集体的 整个的一个唯一演出 我们不再设定 专门的一个板块 而把它打散了 都在流程当中 将来你看整个仪式的话 就一气呵成 无奉险接